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会让你赚钱的节目 以及把你当好朋友的五路财神 我是杨慧珊 很快的一个星期又过去 在这边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这个星期加权指数总共下跌了163点 最后是收在8535 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现在一般的投资人对于盘面都是偏空了 但是我们说过打狗也要看主人嘛 你要知道现在控盘的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指数这一波涨上来最近面临修正 可是法人很积极 但是散户很消极 所以很清楚 现在就是法人也就是大户控盘的时期 那大户法人难道不知道说520要到了吗 你知道的他不知道吗 你考虑的他没有考虑吗 那为什么他知道这样的状况之后 他还要持续的买进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如果想要贪心哦 你观念就一定要改 很多投资人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解读盘事 结果事实证明 散户的观念 散户的直觉 往往都是错的 灰山老师我接触过很多投资人 其中包含在新北市开饮料店的陈小姐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自己抚养一个小孩 我想只要是身为父母都能够了解 我们希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的孩子嘛 那尤其陈小姐 她觉得她的小孩也没有爸爸 希望能给她更多 所以她虽然收入不多 但是她说她有个愿望 她希望能够买一间房子 以后起码她的小孩子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但是饮料店其实说真的收入也没有办法那么多 加上竞争又很大 那好不容易存了很久存了一笔钱 我想问你啊 如果你存了一笔钱你要怎么办 可是放在银行利息又那么低 然后现在物价又一直涨 不然就做点投资嘛 那投资要做什么 第一个就想股票啊 可是股票你会自己做吗 你看新闻看半天可能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所以原则上你就会先找老师啊 那你希望你跟着什么样的老师 你觉得什么样的老师是你可以信任的 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你跟着我 我可以让你越越转 让你周周转 三不五时都有涨停板 这样有好吗 我当然也好 但是你要信吗 你去参加这种老师 你自己都很清楚结果是什么 像这种老师啊 信口开合 讲话不负责任 今天一档股票打到跌停 来 号鼎 号鼎为什么打到跌停 因为号鼎的风波 越蔓延越大 从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一直到董事长张宁慈 一直到银眼梁 哇 结果全盆都落去了 那这些人赚了这么多钱 从谁的身上赚来的 从这些去追 去追热门股的散户身上赚来的 谁带你去买这些热门股 不就是这些老师吗 当然我相信你或多或少 在股票市场 曾经跟着头顾老师受伤 曾经跟着头顾老师 你有被骗的感觉 经过两次三次之后 你可能对头顾老师 也非常的失望 但是 你想起你赔的那些钱 你想起你套牢的那些股票 你心里面还是会难过 但你 只能选择被动的难过吗 难道你没有办法挽回一层吗 请问你 像这样的股票 郭台铭的股王华瀚 一致的波段布局 两次的价差操作 来 一档股票 可以赚到八成二 那我想请问你 这样子的一档股票 能不能带给你改变 有没有办法带给你改变 一档股票 就让你赚了八成二 陈小姐跟着那些所谓的标股老师 他赔了很多钱 他说他几乎存款的一半都赔掉了 他想到他都觉得难过到 他说他吃不下也睡不着 然后他看了我的节目 看了一阵子 觉得惠山老师讲话也很实在 电视上的股票也就那几支 没有什么天天涨停板好像变魔术一样 他就打电话来给我 因为我说我把投资人都当好朋友 他想问问看说惠山老师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他处理 当然我想或许 你可能也跟陈小姐一样 你在股票市场赔了很多钱 你很急着想要把你赔的钱给赚回来 我要跟你说有可能 但是在这之前 我要请你了解一件事情 股票是一时的 只有正确的投资才是一辈子 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对我有帮助吗 没有 但是对你有帮助 你去追那些热门股 短期内对他的股价波动很大 你可能可以从他身上赚到一些钱 但是只有到最后能够真正留在你身上 那才是你的 只有真正最后的结局 才能够告诉你答案 这才是你要的 这才能够帮助你嘛 所以惠山老师我坚持 即便我说因为我讲实话 我没有办法收到很多会员 不然没要紧啊 来 我不追逐热门股 我只布局会赚钱的股票 因为我的家族成员当中 有很多像陈小姐这样子的投资人 所以对于他们的期待 对于他们 惠山老师 我赋予非常大的责任 而这个责任带给我强大的力量 对于我的家族成员 惠山老师使命必打 我一定会尽全力 找最好的股票 想办法来带信任我的家族成员赚钱 好 星期五 加权指数跌了32点 其实没有跌很多 但是 你会发现盘面上 有很多的股票 跌幅却非常的重 可是不是每一档股票跌幅都是这么的重 有些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比如说 像我们的机器人二号啊 来 机器人二号上营 星期五涨了4块5 最后收152块 曾经最高点冲到155块半 那上营为什么会涨呢 诶 答案在这里啦 这个是4月22号最新的新闻啊 好 缩小谢谢 第二季要提前迎春宴 工具机场4月的接单升温 这个字虽然很小 但是我要请大家看一下 大陆的汽车跟航太产业回春 加上日元升值 有利工具机整体的产业 所以一般释放出来的消息是 工具机是等到下半年才会回温 可是现在提前 哇 4月就已经开始回温 所以整体的工具机族群就上来 那很多的老师也开始在讲工具机 如果你的老师是星期五才跟你讲工具机 那这样子的老师 太慢了啦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跑在前面 你跑在前面才能够赢人家 股票市场 你跑在人家后面 你怎么能够赚钱 那辉山老师 我是这三种人当中的哪一种人 口说无凭 看一下 我的师父 古神巴菲特说了一句话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这句话很难做到 来 我们机器人概念股二号上瘾 今天压回 请问你压回的时候要恐惧或贪婪 好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在四月二十号 灰山老师我在节目当中提醒你 来 上瘾 他当天跌下来 那对于他的压回 你究竟要恐惧还是贪婪 你的答案是什么 很多人做股票是这样哦 包含你可能也是一样 长上去也很后悔啊 不敢追 想说啊跌下来我就要买 可是真的跌下来了 你说不敢买啊 恐惧啊 那灰山老师 我跟你做法有没有一样 来 四月二十号 我做什么事 机器人概念股二号上瘾 利用指数击杀的时候 我们把之前第一次价差操作 获利卖掉的资金 赶快啊 一百四十五块钱再接回来 挂价买进 在这一天 上瘾 在这一天把它给接回来 我要请你注意哦 我在这一天接回来 来 你刚刚可能没有仔细看 一百四十五块钱 好 四月二十号最低点 一百四十四块半 是的 没有错 惠山老师哦 忘嘛 先知先觉 我不只是提前告诉你 不是在新闻出来才告诉你 不只先知先觉哦 而且 我还找好的股票给你 不只找好的股票给你 我还找好的买点给你 那你认为我也有没有能力可以带你赚钱 当然如果啊 今天我只能带你赚五趴六趴 那个就真的是太 落差了 来 来 一百四十四块半嘛 我们一百四十五块钱买进嘛 星期五的时候 上瘾 收在一百五十二块钱 一百四十五一百五十二七块钱 大概是涨了六点八% 大概是赚了六点八% 如果慧山老师我是只能带你赚6% 我就在电视上站那边跟你恭喜狂喝 我说那种老师真的太惨 我的师傅股神巴菲特跟你讲的话 你一定要听进去 来巴菲特说什么 花四毛钱买价值一块钱的东西 再讲一次 花四毛钱买价值一块钱的东西 有没有听进去 有听进去啦 可是做不到啊 每个人听一听听一听啊 但是有谁能够做到 来 机器人2号2049的上营 慧山老师介绍的时候 骨架打了7折 我相信这个时候没有人在讲 只有我慧山老师而已 那为什么我讲他 第一个他的骨架打折 回檔了7成 他符合巴菲特的第一个条件 那就是 四毛钱 可是我们不能够买 我们要买物超所值的东西啊 如果他没有价值 那他也 他也就没有必要买了 所以当时我从各个面向啊 包含他本身的产业的地位 包含他的产能 以及大陆的部分 未来他的市占率 还有筹码的部分 我通通都写在上面 我都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那至于上营 他是不是一间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想真的也不用我再说太多 你只要最近去看 你用心一点去看他的资料 你会发现他最近一直在得奖 他其实不是最近 是这几年一直在得奖 包含最近他又得奖了 那人家如果技术没有到一定的抗战 我问你他怎么会得奖 而且当时我讲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 那就是大陆 大陆要开始进行13.5 那我问你13.5 他的种类很多 他要不要基础建设 要 大陆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基础建设 建设的非常完整 那么他如果要基础建设 他要产业升级 他需不需要工具机 他当然需要 他怎么没需要 那么最大的受惠者是谁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最大的受惠者是谁 来 这个是4月18号的新闻 这个是4月18号的新闻 来说小谢谢 他说上营啊 这是上营的老板 这边我们可能要再放大一下 上营的下肢训练机啊 已经获得大陆认证 并且4月开始可以在大陆贩售 这个是4月18号的新闻 来要回到我当时的这张图卡 来这边放大一下 第一季授权大陆 这个是在当时 股价打折将近回档七成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节目中讲了 来 上月中旬是什么时候 这也是4月18号的新闻 上月中旬不就是3月中 3月中已经获得了大陆的认证 那么是不是跟我当初所讲的一样 第一季授权大陆啊 然后第二季就开始要出货 开始卖了 已经都提前跟你讲好了 再来是来苏州工厂 苏州工厂 苏州工厂要开始建产 生产滚珠罗杆线性滑轨以及机器人 好 来 这张图卡 2月18号 大陆苏州工厂 这一切早就已经 我事先在节目当中都跟你分析好了 一个老师要提前领先 不是说等到新闻出来 新闻出来 那些都没货 来 这个是3月27号的新闻 上营当天发布说要 发放2块3的现金鼓励 2块3的鼓励 并且工业4.0的产品 要开始量产 来 3月10号的图卡 工业4.0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什么叫做专业 这才叫专业 领先市场才叫专业 这一切都完全跟我所说的一样 那我问你 它是不是有价值的公司 当然是有价值的公司啊 所以 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对的是 一定要勇于去做 今天啊 想的太多都不会是你的 如果对的是 你都不敢勇于去做 那你还要成就什么 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到什么东西啊 来 所以慧山老师啊 之前 在他股价回档了七成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 开始赶快了 来 我们123块钱 是基本持股 我请我的家族成员 来先拉回来 我请我的家族成员 资金 拿两套出来 不是分成两套 那是不一样的 是拿两套出来 Double就对了 我就是布局一档股票 Double的分量 我布局一档股票 第一套资金 我请你做波段的布局 第二套资金 我请你做价差的操作 当时的价位是131块钱 以及134块半 结果他的股价如何 123块钱的波段 131块 134块半的价差 股价就这样往上了 有厉害吗 很漂亮 你会说慧山老师你哪里这么厉害 你哪里知道说要担心买 要担心买 要担心买 难道是凭我的感觉吗 我们做股票千万不要凭感觉 我们做事情要成功 一定要借用外部的力量 你要借力使力你才会有力嘛 那你怎么样借力使力呢 你知道现在电脑啊 不是股票可以趕头刀 电脑太厉害了 他还能够打败世界级的奇王 世界级的奇王溃败 为什么他会那么厉害啊 来 因为透过深层的学习 电脑也可以变大师耶 哇塞 电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处理大量的所谓海量资料 所谓大量的数据 可是人脑没有办法 但是股票市场又是如此 因为我们每天要处理很多的数据 我们每天一档股票 可能他有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细节要掺杂进去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嘛 这时候我们当然要借用 人工智慧AI的力量啊 但你不用担心 这些慧山老师我都替你想好了 因为我们有五路财神 来 五路财神 网罗五位财神 为什么我一定要五路财神 你有沒有想过 你可能透过基本面 你研究了很久 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赚钱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没有办法告诉你买点嘛 他可以告诉你他是好股票 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好的买点在哪里 但是 透过筹码面 透过动能面 透过技术面 透过趋势面 可以补足你其他的这一块 可以补足你基本面不足的这一块 所以慧山老师我坚持 我一定要五路财神 好的股票 我跟我的研究团队 我们来找 至于好的买点 当然就是交给五路财神啦 所以上瘾 在当时 他的股价压回时 我知道他是好股票 透过五路财神来 一二三四 四路财神到位 让我知道说我在这边 波段布局 这边可以加码 股价就这样子往上来 其实做股票赚钱就是这样子赚 你也不用想太多 整个都规划好了 慧山老师带你买好股票 并且运用好的策略 波段加上价差 一档股票 我不只让你波段 我还让你赚到价差 但是我要怎么样做到价差 我要对这个股票非常了解 我要对他的买卖点 我非常掌握得非常精准 就是要透过五路财神 来去做操作 来 我们第一次的价差获利入带 波段还继续流 你不用担心说 哇老师我会不会卖得太早啊 结果变成少赚 或者会不会是 整理的之后呢 然后我股票的都一直在那边没有动 不会啊 你都不会烦恼啊 因为你已经价差获利入带 你有动作嘛 而且你波段的布局还在啊 万一涨上去你波段的还可以赚啊 你的问题我通通帮你想好了 通通帮你解决了 骨架押回来 大家驚到要死 为什么会山老师我们的家族成员 哇 大家都不怕 因为我们是有策略的操作 你在这边去买你下的钥匙 但是我们一次的波段加上 一次的波段加上一次的价差 我们已经赚了快五成了 我们是要惹什么 所以当骨架押回来的时候 我当然可以做一件事情啊 来 上次获利的资金 也就是第一次价差的资金 我赶快再接回来 140块 再买哦 再接第二次哦 141块 140块 141块 包含你刚刚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所看到的145块 这三次 不管你加码在哪一次 大概就是获利一乘一 换句话说一档上银 一次的波段 两次的价差 来我们放大一下 波段两成六 第一次价差两成 第三次价差一成一 你可以累积到五成七的获利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才叫做价值 不是带你去追一堆股票 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想不想利用一档股票 赚到超过五成以上 如果你想 那你一定要来找我 来 因为我们的每一档股票 我都是带我的家族成员这样操作 来机器人概念股一号化汉 刚刚你所看到的 机器人概念股一号化汉 好没关系 你刚刚所看到的 我们已经赚了八成 机器人二号上瘾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我们已经赚到了五成七 机器人三号F雅德 一次的波段 两次的价差操作 来这里放大 累积了一倍以上的获利 那么我问你 接下来的机器人四号 一样的条件 一样的模式 你认为它会如何 来这一档 机器人概念股系列四号 股价压回三成五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讲太多 等一下看有没有时间再讲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它也是符合巴菲特 所谓的好股票 并且来一二三四 四入财神到位 我们在今天已经布局完毕 已经布局完毕 所以卉杉老师 我把大家当作好朋友 好股票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我的Promise 所以这一档股票 机器人四号 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档 来 在这里 FB五福临门 杨卉杉的粉丝团当中 准时开牌 好把握机会 休息一下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 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诸 吹起听 请用起听 五分诸 六分诸 不豪 亨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亨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亨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亨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亨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喷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股市要赚钱 什么赚 跟我这样做 买好的股票 不要多 用好的纪律 拨断 小的策略 拨断加上价差 并且友好的纪律 耐心加自信 你自然就能贪大钱 事实就摆在眼前 来 郭台铭 古王 华瀚 一次的拨断 两次的价差操作 累积了八成二的获利 机器人二号上营 一次的拨断 两次的价差操作 累积了五成七的获利 机器人 雅兰 德伦三号 一次的拨断 两次的价差操作 大赚一倍以上 就是靠一档股票 靠纪律 靠策略 那我要问你啊 他的接班人 你认为他的表现会如何 来 机器人概念股系列四号 这一间公司 股价回档了三成五 为什么回档三成五 因为他的本业 确实销售的不是很好 可是人家积极转型啊 积极转型 连张综模都认可的产业 智能车 机器人 无人车 无人机以及虚拟实境 其中包含智能车的部分 电动车的部分 最近如火如荼 他也已经切入了 大陆的微型电动车的供应链 所以这一档股票 爆发力十足 一二三四 四入财神到位 卉杉老师已经带着家族成员 付给完毕 那我把大家当好朋友 好多股票 跟好朋友分享 这一档股票 在FB 五福 林门 杨卉山的粉丝团 当中我们会开牌 想要把握机会 想要知道这档股票 到底是哪一档的 记得 上我们的FB 五福 林门 杨卉山粉丝团 好 把握机会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猪 五分猪 好 坑达投资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投资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邀您锁定浏览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投资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出国旅游 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北都TypeNet超值游会 双小炮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到